我们还要继续再来谈爱情 在上一集里面 师父跟我们说 众生就是友情 所以众生原本就有七情六欲 可是让我们痛苦的 不是七情六欲本身 而是我们对七情六欲的执着 那么在这方面 佛法能够给我们什么样的帮助呢 我们继续来请教圣言法师 师父您好 听到就好 师父既然人都会有七情六欲 这个七情六欲 带来的执着 会让我们痛苦 那么佛法怎么样的来 让我们消除这份执着呢 这可以有两种方式 一种就是干脆 要跟七情六欲 想办法改 就是割绝 就干脆不要有七情六欲了 遇到七情六欲 就要赶快把它割绝了 就是用一种绝缘 那种方式 那这个就是 斩草除根 斩草除根 也不容易了 包括暂时把它割绝 割离 那就是呢 像出家修道 过出家人的生活 过寺院的生活 或者是到深山里面呢 单独一个人的修的 我们叫做 阿兰若比丘的生活 也就是那个 山中在苦修的这种生活 那苦修的生活 也不一定能够把七情六欲 全部摆下的 一个人呢 虽然 自己跟所有的 无忧的环境离开了 可是他对他自己的身体 一直自己的头脑 里边呢 还是同样的一个执着 还有同样的一个冲突 有矛盾 也不容易 真正的全部摆脱的 所以 但是呢 那也是一种方法 就是叫做 个理方法 也就是处理 我们叫做处理 处理 处理 处理那是用出家里 修道的一种生活 另外一种呢 就是是用观念 来帮助自己啊 有一种免疫的一种功能 遇到啊 七情六欲 这个出现在 你的面前的时候呢 你就用观念啊 来调整 来调整自己 这好像比较容易啊 对一般人来说 不容易啊 不容易吗 观念虽然是 好像是很容易 你要用观念 来就证自己就好了 这个要长时间的锻炼 往往 这个环境当前 我们叫是警戒线前啊 环境 这个状况出现的时候啊 你已经来不及 用观念来就证自己 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说每次当前 或者是呢 这个 明 利 位 全是 在诱惑你的时候啊 你不要 很难说不啊 很难说不要啊 这个 他送给你 他就是 觉得你 当时不要 觉得很 没办法拒绝 但是这个观念 在用这个观念 怎么样 寻导自己的时候啊 很难 这个呢 又要 修行了 所以就平常就要做 平常就要做了 平常啊 一种诱惑在出现的时候呢 他 不看它 你就注意呼吸 那就是眼不见 微精 耳不闻 微精 那就是不受诱惑了 那像这种呢 也要 也要平时 平时练习 练习的时候 早晚练习 那个 或者是呢 你在 没有啊 事情的时候 就练习 这个心向内看 不要向外看 心向外看 就被外境 这个拉的 这个转 所以我下次看到山珍海味 或者看到一个大蛋糕的时候 我就不要看他 看自己的内心了 想想自己吃进去会有多少卡洛里 这是戒烟的人 戒酒的人 戒夺的人 如果你这种人呢 没有让他有机会 戒出到酒 没有机会让他戒出到烟 没有机会让他戒出到毒 他就戒掉了 可是这种人呢 你 只要给他一点点 这个诱惑 他马上 就 没办法戒了 所以这个呢 随时随地 还是要防护 那一方面呢 心理的观念 要这个纠正自己 另外一个呢 还是要想办法 隔离 隔离 不要基础 不要隔离 有些人呢 这个喜欢 这个 从小就养成 喜欢偷东西 总是喜欢 看人家的东西 都觉得很喜欢 并不是自己很需要 也并不是自己被 没有 这就对人家的东西 这个东西 我拿一样 都不好 就是很难过 就想把它拿回机油 这是养成这种习惯 那么这种习惯 那也是诱惑吧 那如何对 能够养成呢 就是看到了以后 赶快跑 不要激进它去 看到了以后 赶快走远一点 自己喜欢的东西 但是呢 不是自己需要的东西 这是自己不应该 要的东西 那看到了以后 赶快走开 闻到了以后 赶快走开 比如说 有的人呢 喜欢吃肉 吃肉的人 这个 喜欢吃肉的 那个肉的味道 香啊 他一闻到就像吃 是啊 是不是啊 对 可是呢 像我这样子 因为很久 很久很久没有吃肉 我吃过的 很久很久没有吃肉 再吃肉的时候 很痛苦 可是呢 刚刚戒掉的时候啊 那这个时候 可以吃 可以不吃 这个时候 一看到肉 赶快跑 一看到肉 离开它 不要闻到它 这个 你闻到了以后 它又会你嘛 这个味道 又会你 所以还是要强化自己的 强化自己意志力 对 也是赶快离开 赶快离开 那一个是观念的转变 纠正 因为自己要想办法 一直啊 可是感情好像跟这些不一样啊 因为人都追求感情 所以有感情来的时候 怎么样子 让自己保有这个感情 可是不执着呢 这个比较难 保有这个感情 还有不执着 这相当不容易 但是我是没有这个经验 看看怎么办 也许我们可以在夏季里面 继续看一看 你看佛法 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好 谢谢师傅的开示 也欢迎您在夏季里面 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 佛法的智慧 那么人都是有七情六欲的 那我们如何不被七情六欲的执着说苦呢 师傅在上一集里面告诉我们说 我们可以用转变观念的方法 在面对诱惑 面对七情六欲的时候呢 转变我们的观念 一直在日常生活里面 怎么实践呢 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源师傅 师傅您好 陈小姐好 师傅您在上一集里面 提到了一些转变观念的一些例子 您是不是可以给我们更多的例子 比如说还有哪些观念 可以帮助我们来转化 我们对七情六欲 对诱惑的这种执着放不下 在诱惑当前的时候 我在上一集已经讲到 就是远离 或者是从观念上面来 来纠正自己 来告诉自己 随时随地告诉自己 但是呢这个也需要有一种感触 一种感受 你仅仅是不断地告诉自己 不断地告诉自己 但自己都没有一种感觉 没有一种感受 没有说就跟他有一种 生命上的一种 好像是跟自己息息相关的 感同身受 感同身受 这就用观念 纠正还是有用 但是呢 这个比较不容易吃上例 是不是可以举个例子 我举个例子 这个美国有个小孩子 他只有13岁 他才看到报纸上说 美国吃的牛肉 都是从南美洲 这个输入的 进口的 南美洲的这个牛肉 是什么来种的 怎么来的呢 这个因为南美洲呢 就是巴西内 这个热带雨林 那个地方 被一些农人呢 把雨林砍掉 就是树林呢 这个把它砍掉 砍掉了以后 养牛 大一大片呢 种植牧草 种植牧草 养了牛了 结果呢 使得破坏大气沉 因为雨林 这个砍掉了以后呢 影响整个的 这个地球的生态 对 那危害整个的社会 整个的地球上的人的 环境的 破坏这个地球环境的 这个小孩子看到以后 从此以后不再吃牛肉 不再吃汉堡 汉堡不吃了 他的爸爸就跟他讲 你一个人不吃 没有用的 大家不再吃 人家这个热带雨林 还这样的砍 还这样的养牛 这个小孩子怎么说 他说 就至少我少一个人在吃吧 少一个人吃 牛肉都是 都是少一个消耗嘛 对 少一个消耗 素就少砍一点点 少砍一点点 所以说我 就地不吃 好了解 这小孩子从此以后不再吃牛肉 不再吃汉堡 那这样子的一种 感同身受 它是这样子的 小孩子觉得 跟我们地球的环境 保护 有息息相关 所以这个 他想从此以后不吃牛肉 那么这种情形呢 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产生 那么比如说 我现在要这么讲 那我们电视机前面的人 也得听 听了以后 是不是从此以后不吃牛肉了 我 你很有意思 我从此不吃牛肉 你本来就吃素嘛 这个呢 有的人 这个 马上呢 就能够 一种反映到 就是跟自己的生命 是息息相关 也跟其他的人生命息息相关 就是感同身受 从此以后 他这一出现牛肉 他就马上这个观念出现 马上呢 就是一种 说 我不吃 我不吃 我不要 我不碰它 又这样子的 那么这个 所以是 七情六悦的 警戒出现了 是不是 能够跟自己啊 想到说 我碰它一下 对我自己是很不利的 对他人也不利 那这个 自害害人 何苦呢 随时随地 能够有这样子的一种啊 这个 观念啊 来就证自己 但是呢 由这个观念 就证自己的时候 你一定还要跟自己的生命息息相关呢 感觉上这个 自己就是跟自己生命啊 生命共同体 共同体 你自己害人 害自己 对 何必呢 比如说 你应该呢 有了一个男朋友 另外一个男朋友出现的时候啊 又想要爱他 那第三个男朋友出现了又想爱他 这又英俊 又漂亮 又聪明 又体贴 又有钱 对 对对对 那就要不要 这舍不得不要 舍不得不要 那就是玩爱情 就会比玩火还要厉害 所以这个是可怕的事 如果心里面有这种警觉性 玩爱情 这样的玩下去 直接的命会玩掉 要把人家的命玩掉 那是很可怕的事 所以赶快要防止 悬崖了 悬崖了嘛 那么有这种警觉性的人 那又是理性跟感性呢 他就调和了 如果没有这种警觉性 或者是有这种警觉性 明明知道有问题的 他还想 也许没有问题了 我要啊 我就是要了 我不要不得了 我就是要了 至于说 后果怎么样 管他的 我现在要了 潮到潮到自然之 是 你存在这种性的时候呢 已经没办法 这个没办法抗拒了 所以是呢 我们讲了 这个 如何能够啊 随时随地保持自己决心 警觉什么 警觉不要让自己啊 陷入这个泥座里面去 是 如果你陷入这个 七星六月的泥座里面去的话 那自己是苦不堪言 刚刚开始的时候 你觉得是好的 很甜蜜 很甜蜜 或者很好 这个就是 像在什么 这个附近里面有个比喻 如 刀口上有蜜 要用刺头啊 填刀口上的蜜 蜜 很甜 很甜 结果刺头割掉了 所以是呢 要小心 不能够啊 这个 自己看到了蜜 就会诱惑 就像甜蜜 那最好 哇 这个是刀口上的蜜 我只不能 不能甜 再甜 我也不要 如果能够有这样子的这个想法的话 可能就会给自己减少很多的麻烦 还烦 减少自己很多痛苦 是 谢谢师傅 是 那么 其实 减少自己的烦恼 并不是那么样的困难 只要你能够依循佛法的智慧去做的话 相信 你的烦恼会继续很多 也欢迎你在下集里面 继续和我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 在我们面对七情六欲和各种诱惑的时候 如何利用佛法的观念 帮助我们自己转变观念 消除执着 那么除了师傅在上集提到的方法以外 还有哪些佛法的观念 能够帮助我们消除执着 抵抗诱惑呢 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元法师 师傅您好 陈小姐好 是 师傅 是不是还有哪些佛法的观点 可以帮助我们来抗拒这些不当的诱惑 或者在我们有起了七情六欲的时候 能够帮助我们破除执着 在修行方法里面 有一种叫做因缘观 能够让我们感受到 或者是能够反映出 这个背面 被七情六欲 所诱惑 所刺激 那这些因缘观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任何一样东西 或者是事情 或者是人 在你面前呢 诱惑也好 刺激也好 痛苦也好 快乐也好 这个时候就马上要想到 想最终的感觉 或者这种感受 以及那些警戒 它不是真正的真的东西 这是呢 这个彼此的基础 而产生的一种效果 比如说现在这个花 我们看到这是花 花你把它独立起来 这是花 你不要想到啊 我喜欢不喜欢 这个呢 它只是 如果是仅仅是花 对你来讲 对我来讲 它不产生了 什么诱惑刺激的问题 就把它当成 这是花 这是花 但第二个念头想到 这个红的颜色 红到这样子 好美哦 这个美的念头出现 这美成这个样子 就赋予它价值喷顿了 我从来没看到 我这么多美的花呢 我就问了 这封花能不能给我 我就很喜欢它 这就变成诱惑了 就想要了 想要了 所以是呢 如果看到了花 这个就是花 有一次我在英国旅行 这个春天的英国啊 马路边上都是花 这一路上 我最初开始的时候 觉得这个美好美 一直看下去的时候 都是花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有意思 再看下去的时候 看不到了 不再看到了 因为太多了 太多了 太多了就没吸气 然后呢 我也就到了 我这个 我们修行的禅秀道场 他那地方啊 干干净净 这个草没有花 哎 这个我们的餐桌上 就有人呢 塞了几只花 插在瓶子里边 放在餐桌上 我又发现了花 这时候我就感觉到 这个花 我就就是喜欢 还是不喜欢 然后再看看他 花就是花 没什么喜欢 没什么不喜欢 那为什么拆了这个地方 拆了这个地方 因为有人喜欢 要调整一下 调整一下气氛 调整一下气氛 大概就这样子 除了调整气氛以外 没什么意义 花就是花 那么这个 就是从因缘的这个角度 来看了 因缘的意思就是说 有因有缘 而完成了一幅画 或者有一样东西 或者是一个 一个角面 都是因缘所构成的 各方面条件聚合了 就有了 各方面条件不聚了 就没有了 对呀 突然 那几栋花 那几栋花呢 过了个三天 渐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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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了 渐渐变成垃圾 掉下了 那 丢掉了怎么样 就丢掉了 这因缘就这样子 时间过去了 那个花 直接微了 枯微了 就把它丢掉了 那是美吗 这个 没有什么美不美 它是自然的现象 时间到了 它就变成这个样子 那就 如果说红楼梦的 这个什么 林黛玉的花 那就看到了 这个花掉了地下 好可惜 好可怜 那就想到自己的生命 跟这花 是不是结合在一起了 这个时候就 有一种联想的关系 就产生烦恼了 产生执着了 如果今天就是把它 剥离起来 剥离起来 花开的时候就是开 掉的就是掉 说 味的就是味 就是没有 就是没有了 这个是 一切都是因缘 这个成 因缘 这个善 因缘 聚 因缘 这个坏 这个都是 看到因缘的 这个角度看的话 从这个因缘的角度看的话 那世界上 没有一样东西 能够 让你 起烦恼 起执着 生痛苦 那么这个呢 也需要 不断地自己练习的 你看到的 很可爱的东西 其实 并不是需要的东西 这个时候 马上来就是 叫因缘 看一看 这个东西 这个就是这样的 所以师傅就说 如果把 就是说 物我之间 分清楚那种 主客观 不要让他 不跟他产生关联性的话 也许就不会有很多的执着了 是这样子 比如说 我进百货公司 我看的时候 看了一些 很多的服装 很美 我也不能穿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 这个女人的 这个一些化妆品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既然跟我没有关系 她就没有 跟我没有用 所以这个没有关系 和有关系 这就是因缘 有关系就是因缘 有关系就是 我自己想要 自己想要 有些人是莫名其妙的 并不是认真的 真的 这个很 很需要他 这次说 这种东西蛮好玩的 我带回家去 甚至于有人在飞机上面呢 看到一些杂志 看了一些杂志 不错 带回家去 带回家去看 我看了 也许不一定看 有些人呢 到了书店里面的时候 就看这个书也很好 那个书也很好 买了一大堆的书回去 然后把书架上一放 从此以后 不会再看它 好像在讲我 是你 我有时候会这样 这好像就是攀圆 想去攀了很多的圆 结果 其实 对 我的师傅就不一样 我的师傅看到了这些书 他是选的 好的书 他买回去 要看的 或者是呢 干脆不买 到图书馆去借 看完才算真的 对 非常谢谢师傅 看是 那因缘观呢 还有非常深的哲理 对我们来讲呢 也有非常多的帮助 欢迎你在下一集里面呢 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佛法的智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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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